八十九,《星島日報》 紅白道向勝利 2015年5月9日 馬經H03出期制勝Retow 遠在英國蘇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會定期舉行Poner Race 當然參賽小馬與小鞋都必須在當地小馬競賽管理局成功註冊 以及經過選拔賽能出賽。 這場賽時,除了沒有雜傷之外,一切都來得很正規 由小溫道處開始起步,未幾便進入直路 抹斷更不難發現不少小騎手的騎支都有板有眼 最想一年的勝出者,在賽場上更有莫雷拉的影子 場面十分專業,畢竟文化不同 外國不少人從小便能接觸馬匹 即使未有配安,也能拆茄及做出多種高難度動作 人馬合一的場面絕對有趣 其實,如在港能舉辦同類型賽事 不但親子活動,也能令小孩子多一個接觸馬兒的機會 第二場賽是四班二千米,此早並無具前速的馬匹 如其草原威龍或海洋活力隨時再前慢放 但前驅並無強烈根據,而後驅狀態一般 其他較主動型的馬匹便是紅白及自動導航 兩區早前同場雙雙雙跑入前三名 但自動導航及後跑多了一場 論體力該是紅白尖上風 而且吸取過想像的經驗後 如其該有更進步表現 其他馬匹 有二大事鋼班有力兼配用黃浩南獲減榜 條件已變得具競爭力 好腳頭上場組段如超慢步速 入彎再食毀 但在外敵仍有多少追勢 如此制欲卻差點跑第三名 已漸見進步 配腳需兼顧